诚意去年主缘古装剧《莲花楼爆红》 今生新生代陆军男神 事业超望的他手握四部星座 除了正在拍摄的《富山海》以及《长安24G》 还有他与李一同两度合作的《胡鸭小红娘王拳篇》 与《英雄志》备受外界期待 《胡鸭小红娘王拳篇》近日曝光最新两张剧照 只见其中一张剧照画面超纠星 诚意一头白发手指长剑 坚定守护一旁重伤倒地的李一同 两人CP感炸裂 另外一张剧照则是两人亲密坐在一起低头画灯笼 画面充满人间烟火气 呈现另一种日常甜蜜感 《胡鸭小红娘王拳篇》是扬秘 龚俊传的《胡鸭小红娘月红篇》系列作 虽然《胡鸭小红娘月红篇》惨淡受官 但不少网友对于《胡鸭小红娘王拳篇》 诚意与李一同的组合 还是保持极高的信心 两人不管在剧照还是预告都展现的强烈的CP感 加上造型在水准之上 因此备受期待 《胡鸭小红娘王拳篇》最新剧照 其中一张超纠性 只见诚意顶着一头白发 穿着白衣手指金剑 守护在李一同身前 他眼神锐利 不让敌人向他更进一步 李一同则满脸是伤 穿着粉色飘逸衣袍的他 似乎是力竭倒地 眼神充满破碎感 两人虽没有过多的亲密动作 但整个画面CP感炸裂 《胡鸭小红娘王拳篇》 另一张剧照则相当甜蜜 诚意穿着紫纱白衣 布料上还有贵气的银线相边 整个人不似其他剧照的 犀利眼神与冷冽杀意 氛围相当放松 他轻易坐在李一同身边 低头与他一起画灯笼 李一同穿着白色衣裙 头上缠满白色珠恋发饰 看起来多了几分甜美感 他低头看着身旁的诚意落笔 神色相当放松 该张剧照虽然充满生活感 但两人看起来相当灯顿 尤其童话一个灯笼 更让他们充满默契 两人互动填出汁 不得不说 诚意现在的演技是越来越好了 其实说起诚意 起初认识她 是琉璃第一集里出出场的她 像小编儿时记礼的 金庸笔下的那些江湖少年 眉目清秀 气质独特 其实江湖未远 只是我还没有遇见你 很高兴你没有在线下剧里 只专注演艺爱情 虽然我为你时事牺牲动容 但我更为你从少年义气 到月经沧桑而心痛 你是注重共情能力的 你演戏是考虑观众情绪的 琉璃里面的每一集每一帧 你都是追求极致 百分百投入 真的很好 愿你在娱乐世界里 做最单纯的小孩 作为比你年纪还大的人 我们进入社会 莫怕滚大好几年 我很开心 能看到岁月在你身上的沉淀 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你很聪慧 完全不是路人误解的笨拙 不善言辞 大道至简 大之若愚 你在二十岁的年华里面 就知道要做一名好演员 你在年轻时 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 很多人感慨 你在前公司耽误了好几年 可是我叫麦罗拉长 你比很多人都走了捷径 有明确的目标 坚定的毅力 持之以恒的努力 凭什么不让你成功 年轻生活的活泼开朗 到现在的低调诚恳 都是你一步一步的摸索出来的 二十岁的你 也曾对世界充满勇气 意气风发 赶闯赶拼 因为二十岁的你 有足够的试错的机会和成本 你敢等 但我知道 三十岁的你 必须学会权衡利弊 理性思考 去明白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牺牲 什么值得追求 什么不屑一顾 所以很多年纪小一点的粉丝会觉得你没有以前开心了 我觉得不是 只是年龄的成长 我们对快乐的感知发生了改变 二十岁的我们会因为一场雨而悲伤 但三十岁后的我们坚决不向外人诉说心酸和苦楚 所以你说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没有什么心酸不心酸 你看 他真的在成长 这个年龄的他 梦想 就是快乐 我想告诉诚意 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但是努力的人最闪亮 社会很多热门事件的发生 在引起舆论高潮叠起的时候 讨论往往会偏离倒向 我们常常恪求法官不仅可以定分指争 还能像处理案件一般处理自己的人生 所以不能理解离婚的法官如何会审理好离婚案件 我们常常觉得医生辛苦艰辛 口口声声谈理解 但在医生没能及时回应自己诉求的时候 会选择毁掉对方的手 你看 易怒的旁观者根本不从对方的视角思考问题 只从自己的利益与快乐出发 评判是非 我长篇大论 无非想要说明的道理是 舆论高潮叠起的时候 真正理性思考的没有几个 那么就更不要妄想在所谓的故意引导下 还能期盼对方客观评价 云歌会我是看了的 看完之后我觉得剧已经完结 剧中的演员可以开启新的作品了 但是没想到轰轰烈烈的网络暴力铺天盖地而来 这场闹剧 在所有像我这样喜爱诚意的人的眼里 是一场腥风血雨 在我眼里 云歌会只是一场剧的结束的纪念 它不具备任何多余的含义 整场云歌会诚意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对待同事礼貌 活动服从主办方安排 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回应某些人的幻想 可是如果诚意在云歌会那天配合表演CP 或者显得太过圆滑事故 我可能不会成为他的粉丝 我不喜欢将我爱的人诉神 因为我爱普通而又顽强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被推上神坛 那么他如若存在任何瑕疵 曾经推他上神坛之人 也会狠狠将他踩在脚下 再唾弃几口 我要向全世界告知 我欣赏你 即便冒着被舆论攻击的风险 也不愿配合演出一出假戏的勇气 我从小到大的世界观里 只有努力 值得尊重 而不是谄媚 所以诚意 请你继续做一个坦荡荡的寻常人 用自己的汗水来发电 用自己的梦想来破浪 你会受世人尊重 永不上神坛 永不落地狱 而永远拥有我们 黑暗总会过去 感谢你用自救命式的演技 拯救了自己 你真的很行 与司奉应冤 不会再有更适合的人能替代你 请你坚信 不要在意什么 与司奉成就了诚意这样的鬼话 没有谁能用本末倒置的逻辑 来侮辱一个好演员 我不是言狗 也不是嫂子 我更不想霸占诚意 我会与她保持距离 支持她追求梦想 我认为 不用担心任何居心叵测之人 所破的脏水 辩论如果在开始的时候 就发出这种 胡讲满馋的招数 辩论的意义 首先就被这些人自己侮辱了 别以其他论英雄 我们作品相见 真高下 我是一位十足高贵的事业份 我欣赏你的可爱 有趣和腼腆 以及能欲 能柔的多面化 但是我更希望 别人能懂我 对你深层次的喜好 比如你身上淡淡的书卷气 和那股较真劲 像极了现实生活中 没有背景 没有支撑 只能靠自己 慢慢努力往上爬的 每一个努力成功的普通人 我们都曾为追逐梦想 爬山涉水 不远万里 这途中受人羞辱 遭遇诽谤 被人轻视 可是没关系 我们摇摇牙 我们继续爬起来再奋斗 你是跨过漫长黑夜 坚持寻找光亮的人 你有超越常人的勇气和耐力 虽然苦是真苦 心酸覆盖心酸 不说出来 不代表痛苦不存在 你能容忍我们为你动容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所以你每一次上综艺 接广告 拍杂志 都很容易激发我们的保护欲 我们不想让这个机会 毁掉一个真诚的人 一个有工匠精神的人 娱乐圈的规则已成 大家都没守成规的 去遵守 去玩弄 不论是非对错 你非玩人 我们知道你的软肋 但从此以后 我们是你的盔甲 快乐大本营里面的 一秒入戏 导演不喊停 不能停的职业操守 让我惊叹 心疼 你那么较整地 介绍职业习惯 让我看了想哭 不是矫情 而是这个社会里 有很多千千万万 这样的你我 把真信掏出来 给别人看 虽然生活 一次次地垂打我们 诚意 真的没关系 即使世人绩效 但是你要独信 你的努力不会白负 我希望你永远生猛下去 知道什么也吹不了你 活在世上 无非想明白些道理 遇见些有趣的事 很开心 你和我明白的道理一样 更开心 遇见了有趣的你 你要是愿意 我就永远支持你 只要你继续 像这些年坚守的 坚持努力 不忘初心 诚意 我愿意更多地 与你的作品相见 只要你好好演 我就好好陪着 说完这些 真的很开心 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它 你们一定 也会爱上它 请不吝点赞